京东自营店对苹果14系列的所有机型 均提供800元的优惠券 部分经销商的天猫旗舰店也纷纷跟进 苹果放低身段背后 源于一份不好看的财报 2月2日 苹果发布第一财季的财报 营收利润和销售额均未达到预期 整体销售额同比下降了约5% 这是2019年以来 苹果表现的最差的一份财报 但库克早就想好了怎么应对质疑 一边把锅甩给中国工厂 去年11月 郑州富士康遭遇疫情 不少工人不惜徒步回家 也不愿再工作 产能不足就成了苹果业绩不佳的遮羞部 一边表示要外移产业链 分散风险 避免重蹈覆辙 苹果一直劝说供应商去东南亚建厂 一家生产数据线的江西供应商透露 一直都只是邀请我们过去 直到去年 邀请变成了威胁 如果不去 就不给订单 然而苹果想戒掉中国绝不容易 一 重度依赖中国的苹果 让美国总统操碎了心 苹果和中国的绑定之身 困扰了三届美国政府 2011年2月 奥巴马在一次晚宴上问乔布斯 为什么苹果不能放在美国生产 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 乔布斯的回答很不给面子 别想太多 这些工作已经回不来了 川普执政时 多次约库克交流 问能不能把在中国的生产线迁回美国 还威胁库克 扬言要提高关税 到了拜登政府时期 苹果又被美国两党轮流批评 指责他过度依赖中国 但是苹果始终不为所动 苹果也曾专注于美国制造 可惜美国生产线实在拉跨 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 叫一颗小螺丝告诉你 为什么iPhone不会在美国组装 文章提到 苹果在美国德州生产时 根本找不到足够多的螺丝钉 因为他们的美国供应商 每天最多只能生产一千颗 导致项目推迟了好几个月 库克还曾公开说过 在美国你要找到技术工人开会 来的人估计塞不满一个房间 但在中国你可以轻易找到 能占满几个足球场的技术工人 所以苹果抛弃美国制造 选择了中国制造 过去近20年 中国工厂也超预期的满足了 要求极其变态的苹果 比如生产效率 有一次苹果突然更改了屏幕设计 整条流水线都需要改装 新的屏幕面板在午夜到达工厂 一位工头叫醒了宿舍中熟睡的 八千名工人 每个人发一块饼干和一杯茶 半个小时之内在岗位上就位 只用了96个小时 这家工厂的产量就达到 每天一万台苹果 再比如工艺水瓶 苹果最简单的手机包装盒 都能让工厂头疼 按照苹果的要求 用手抓起手机包装盒的外部时 内层的盒子必须能够匀速滑落 而且每次出新品 对供应链都是新挑战 苹果要求工厂协助苹果 将设计图落地 成实际的产品 有时连富士康都要为新工艺摸索几个月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库克多次表明 苹果离不开中国供应链 目前超过95%的苹果产品都在中国制造 库克也对中国制造不吝赞美 中国的制造业是熟练技术工人 复杂机器和计算机技术的融合体 这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见 二 很新器用中国工厂 苹果真就能制冷起来 不能让库克跑了 这几年类似论调从没停过 一直跟踪苹果的分析师 郭明基表示 苹果三年内 要让美国市场销售的产品 去中国化 这将占到出货量的30% 谁有能力承接苹果去中国化释放的产能 苹果盯上了东南亚 2017年 苹果就和印度谈判 要来了政府补贴 同时要求中国的富士康和另一家代工厂委创 统统到印度建厂 去年9月 苹果还要求这些代工厂 把在印度的产能提高三倍 在越南 苹果也牵头组建了生产线 更是承诺只要是符合标准的越南工厂 都可以成为苹果产业链中的一员 尽管如此 想以东南亚之棱起苹果产业链难度很大 用人便宜是东南亚最大的伪优势 东南亚的用人成本 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但是工艺要求极其严格的苹果 需要的是廉价又高素质的劳动力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 印度25至34岁人群里 初中至高中 学历水平的人口占比仅有14% 其工厂普遍缺乏足够的技术工人 当制造设备出现故障 印度工厂 有时甚至需要等中国的维修人员远赴印度 不得不停工数天 工人素质直接决定了产品质量 2021年很多用户反馈出现了毛边 胶水移出和盖子晃动等组装工艺问题 后来发现问题产品多出自越南工厂 更早之前 日本企业李光的Gurl三数码相机 也因为越南生产导致品控不稳定 为了平息舆论 官方发起了一次免费维修计划 除了工人素质 东南亚的工厂规模也远不及中国 越南目前有31家与苹果合作的工厂 共计16万人生产iPhone等产品 而一个郑州富士康就有30万工人 基础设施惨弱 连高铁都没有 2021年印度政府推出了 21万亿卢比的电子制造业振兴计划 积极拥抱苹果的产业链转移 去年越南总理在访美期间还与库克会晤 当面要求把更多越南公司纳入苹果供应链 但是苹果的东南亚供应商却没增长几家 归根结底 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基础设施 和中国还有很大差距 最有潜力的印度 至今连个像样的高铁都没有 一段梦买到艾哈迈德巴德的高铁 作为莫迪和安倍都参与了揭幕的重点项目 2017年动工到现在 只修建了10公里 另一边东南亚的供应商们 大多只能提供包装材料 充电器和电池等 关键元器件都要从中国进口 中国的供应链丰富程度是绝无仅有的 2021年 中国有42万家企业接受审计 并通过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约占全球总数的42% 任何低端或高端的配件 都能在中国快速找到优质的生产企业 虽然苹果喊了许多年要进行产业链外移 但是中国供应商的数量占比 反而从2019年的45% 提升到2021年的48% 去年苹果14发布后 美国媒体失望地表示 苹果14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中国 三 苹果滞销的终极原因 中国不背锅 这次财报一出 苹果的增长神话突然暂停 财报显示 连一贯最爱买苹果的大中华区 营收也同比下降了7% 除了汇率波动和宏观经济 库克把业绩下滑更多贵因到了中国身上 库克表示 去年由于中国的疫情和防控 既影响了生产问题 也影响了市场需求 但是资本市场心知肚明 苹果市值从3万亿美元跌到2.4万亿美元 就是时政 苹果业绩下滑的真正原因是苹果14太拉胯 当时发布会后 连乔布斯的女儿都吐槽毫无新意 用两件相同的条纹衬衫暗讽苹果 苹果14是苹果帝国盛级而衰的标志 这是因为苹果14几乎没有创新 只有一个零动档 两款标准版用的还是上一代处理器 对于苹果的挤牙膏是创新 用户这次不忍了 根据电商市场监测数据显示 苹果标准版的预定量同比13下降了 高达70% 但是定价较高 产能较低 拖累了整体的出货量 不光是手机 苹果的Mac业务收入 可穿戴 家具以及配件业务收入 也都在同比下降 这也反映了另一个严重问题 苹果太久没有做出品类突破了 缺乏新增长点 这些年苹果在两件事上下了最大功夫 但至今还是空中楼阁 从2010年开始 苹果就收购了各种AR公司 库克曾认为 AR是一个如同智能手机一样的梦想 或许能在10年内取代苹果手机 然而相关产品的上市还遥遥无期 2014年 苹果又被曝光成立汽车研发中心 一口气挖走了300名特斯拉员工 气得马斯克在采访中嘲讽道 苹果只能招我们不要的人 苹果在自动驾驶领域拿到了200多项专利 不过知情人士称 苹果汽车现在处于预言型阶段 正是面向市场至少得等到2026年 难怪连最忠实的国粉也挨不动苹果了 苹果常年独占行业80%以上的利润 如今却不见实质性创新 只有降价走量 这合理吗 这是用户想看到的局面吗 苹果的最强杀手锏应该是创新 而不是降价